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佛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 吃错蔬菜照样让你胖 2011年台北市政府办了一个减重比赛 在这个比赛当中 有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妇女 就打电话到咨询中心去询问 她问接电话的人说 她很努力减重 尽量多吃蔬菜 不吃米饭面食或者太油腻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她努力了一年 体重居然没有下降 还反而上升 研究人员就问她说 那你到底吃了什么蔬菜 你们知道她怎么说吗 她说我都吃莲藕 山药 芋头 这些蔬菜 为什么我都受不了 原来她把莲藕 山药 芋头 当成蔬菜来吃 所以今天邱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错把这些淀粉类的食物 当成蔬菜来吃 那么呢 你当然有可能 越吃越胖 达不到减肥的效果 减肥的门诊当中呢 也经常有人告诉我说 邱医师 她连吃五天的蔬菜 为什么没有受满而胖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就是 你错把淀粉当蔬菜了 包括地瓜 芋头 莲藕 山药 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呢 其实它并不是蔬菜 它只是看起来像蔬菜 其实它富含淀粉类 是可以当成主食来吃的 你把这些食物当成主食 那当然你的热量很高啊 而且你吃的时候 又没有降低你的米饭面食的量 全部都在吃这些碳水化物 当然你容易发胖 一般蔬菜来说 它的纤维质是更多的 水分是更多的 热量密度是更低的 那这样的蔬菜来代替米饭面食 当然是会减肥 可是你吃错了 所以呢 反而热量更高 所以一定是更为发胖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可能代谢已经变差了 你吃的 不是这一类的淀粉类的蔬菜 而是一般正常的蔬菜 包括这个绿叶蔬菜 对不对 你还是有发胖的现象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代谢已经变差了 或者是说 你加起来一天的总热量 还是超过你一天的需求 那这样 蔬菜也是一种热量的来源啊 虽然说它密度比较低 过多的还是造型会使你发胖的 今天这个案例呢 也就提醒了我们 吃素未必就能够减肥 因为素食当中虽然说膳食纤维很多 但是呢 这些五苦根性的蔬 其实也并不在少数 再加上素食 很多都是用油炸的 油炸的过程当中 又多了一些 这个外加的油脂 加上一些加工制品 里面当中又添加很多糖啊 盐 所以吃素也未必就一定会瘦 我们看看 这个道场里面 其实也有看过一些比较胖的 一些师傅 为什么 因为啊 如果它没有做一个总量的管制呢 消耗的量少 它还是会发胖的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啊 就是说 吃蔬菜未必能够让你减肥 如果吃错了淀粉类的蔬菜 可能让你更胖 希望这样的讯息啊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